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家房子呢 是位于休斯顿West Park 叫高速公路旁边的一个新房小区 这个小区为什么我来介绍 就是因为这个小区的位置特别好 在这个小区的地理位置上来讲的话 这个小区距中国城也就20多分钟的车程 驱逐中心也就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所以说如果您对位置有需求的话 那这个小区是非常好的选择 并且它的价位非常的合适 它的两层的高挑厅的差不多就在28万美金左右 如果是一层的话 差不多就在24-25万美金左右的这样的价位区间 但是这个小区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学区不是很好 这学区可能只有五分六分这样的学区 所以说如果您考虑孩子上学的话 可能对这个小区就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如果您是不考虑孩子上学的情况下 然后考虑交通和地理位置的情况下 那这个小区就比较好了 这个小区所在的这个区域叫Richmond Richmond我之前也介绍过几次 因为最近Richmond的房子也是越来越受到了关注 因为它之前嘛 它这个Richmond这个区域是靠近休斯顿Kitty的 那Kitty这个区是比较好的 学区比较好 各方面都比较好的区域 Richmond靠近Kitty 它的地理位置是很没有问题的 但它学区要比Kitty要差一点 如果您不是很介意学区的问题的话 就看一下我下面发的这个房子吧 如果您有问题 就可以随时加我微信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我们现在先看房子吧 这两家休斯顿阴天 所以你看阴天阵阵阵的有点 这个是我们看的一个两层楼的样板间 也是我觉得户心最好的一个样板间 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玻璃门其实是车库 所以您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花坛是没有的 是一个drive way 这就是从大门一进来 有一个高高的高条 所以进来的感觉还是很通透的 然后在左手边有一个主餐厅 然后再往里走就是厨房的位置 厨房还是很大的 然后再往里走就是大大的客厅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厨房整体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客厅是比较亮的亮点 就是一个大的高条的客厅 虽然房子整体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看上去这客厅是很大气的 客厅的旁边是主卧 主卧都在一楼 今天是阴天 但是房间里面依然很亮堂 因为它窗户比较多 这个设计点是很好的设计点 在我说的所有的好 都是在这个价位区间当中 因为这个房子只有28万3千美金左右 它稍微加装一点的话 28万5左右的价格 这就是主卧洗手间 两个洗手台 然后进去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还是很舒服 很大 然后因为今天拍的 这个不是我自己亲自拍的 所以有些地方确实拍的不是很好 但要见谅 现在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从二楼往下看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一楼还露拍了半个洗手间 其实一楼还有一颗 我也没有拍到 现在来看的这个就是一个 Game Room 然后往右手边走 就是一个权位 这个房子虽然28万多美金 但是四个卧室 三个半洗手间 所以说功能性很强 因为有很多的房子 要是89万美金的价格区间当中 只有两个半洗手间 那这样的话 少了一个洗手间功能上 会比较差一点 那这是二楼的第二个洗手间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一个卧室啦 其实楼上的卧室并不大 但是能放一个Queen的床 是没问题的 好了 这就是二楼的感觉 再往这边走 看第四个卧室 我们现在看的第四五卧室的这个床 其实就是一个Queen的床 所以你看摆进去的效果 拍得太快了 我都没有看清就过去了 好了 这就是从二楼往下看的这种感觉 现在我们上院子看看 因为是新房子 所以新房子的院子 其实没有一个可比性 平常我拍的二楼房 院子拍到是多大 它就是多大 但是这是个新房子 新房建商的样板建立院子 是蛮大的 可是这跟你买的这个房子 院子是没有这个可比性的 因为你买的这个房子 占地多大 就决定了它院子多大 现在看到了这个房子 这种感觉 这种稍微的感觉 新房子里面不用来 现在已经在剩开了 因为在阳岳鼓 楼的招开 sale 甚至多大 说响 不过